大家好 为什么有一些花友刚买回来的花卉 长得非常的好 长势非常的旺盛 但是开完一波花之后 接着就会慢慢的生长变得非常差 甚至容易出现烂根的问题 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这个图样 我们没有很好的给它改良 因为我们去花卉市场买回来的花卉 就像我这颗三角梅 它的图样是比较板结的 如果长时间不处理的话 那么这个三角梅就会越长越差 所以我们买回来的花卉 不管是三角梅也好 其他花卉也好 开完第一波花之后 一定要给它松土 然后再给它使用一些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 有养分 积分 这些都可以 但是有些话有感觉不卫生不干净 我们就可以改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的有机质也是非常的丰富 可以让这个图样疏松透气 大家看到没有 像我这颗三角梅的话 给它使用了两次 现在这个图样非常疏松透气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长势就会非常不错了 我们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方法也很简单 直接先给它松一松土 把原来的这些旧土给它松一松 然后一个月给它买一次就可以了 在盆的边缘给它买上一圈 然后给它盖起来 这样的话图样疏松透气 根系就会长得旺盛 同时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 可以抑制有害虚勤生长 又可以促进根系生长 那么根系强壮了 自然三角梅越长就会旺盛 我们给它用微生物有机肥来改良土养 但是也要结合富二肥来使用 因为富二肥它里面的营养更加充分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三角梅 长势旺盛 到了花季自然就开花多 好了 下期见